今天2021年6月16日 歡迎大家收聽今晚的外匯分析 今晚有我Carson 亦都有我們兩位嘉賓 首先有黃本一教授 阿翔你好 大家好 亦都有乒乒智慧首席營運總監 陳建浩 Aron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打了這個乒乒乓球 我真的有打開的 乒乓乓乒乓自回 好了 今天想先跟大家談談 當然要談聯儲局 我們稍後就有這個議會議結果公佈 當然 pois結果出來 不會有太大的驚喜 相信息率和買債規模 都是不便的 不過大家可能比較關注的 就是可能議席會議聲明 和聯署局主席鮑威爾 之後的記者會說話 或者先問一下兩位 你覺得這次的議席 或者他們說話的重點在哪裏 在哪裏 即是說聯署局這次的議席 都不知道 怎知道 會不會是數據的解讀 因為始終在剛剛過去的 包括可能是五月份的 就業數據 甚至是通脹數據 之前公佈的PPI數字等等 你不可以用理性去思考 這個世界 無論對事對人 這個世界已經全部都反智 你夠不夠僵 鮑威爾 你告訴人5%的CPI 沒有問題 4.2%的PCE 是 你告訴別人沒事 沒有通脹 Transitory 你夠不夠僵 你再說一個Transitory 你這麼夠僵 你今晚說吧 你看看又怎樣 我想記者都會迫到他 即是 他沒有可能再堅持 其實市場是有些期望的 因為我想最主要就是 我們上 起碼兩個星期前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當時就說 就業市場就一般 起碼不是差的 不過沒有市場預期那麼高 50萬份增長其實是不錯的 不過起碼如果你要追回 疫情之後流失的職位 如果用這樣的速度的話 不夠快 還要一年左右 但是通脹呢 剛才教授說了PPI 或者CPI PPI 剛剛曾經說 PPI 都是高的 即是通脹是升溫 這是一個事實 當然大家會計算 有很多因素 例如說之前可能供應鏈的斷裂 或者可能因為當時封關的時候 這些人去找不到工 或者飛不到去第二個 跨城市 跨地區去上班 所以有一點點錯配 這些情況其實 將來是可以舒緩到的 隨著疫苗或者隨著解封 應該是可以解決到的 所以就是說 現在什麼人工高漲那些問題 其實將來是可能會控制到 但是那個 trend是這樣的 即是趨勢是升上去 所以我想大家的期望就是 上次聯儲局的議式會議紀錄裡面 都有提到 接下來幾次議式會 應該要開始討論收稅時間表 但是討論和實際執行是兩回事 所以它可以 例如說 我們其實今天開會 有討論過的了 開始 我想市場第一件事 是想要起碼先開頭 你不用這麼快公佈什麼時候去執行 大家有期望的 覺得是 要麼八月尾 要麼九月 八月尾是Jackson Hole的會議 就有期望 你有找個好一點的平台 好一點的渠道 去全世界公佈你的執行計劃 可能是八月二十九號 要麼九月的議式會 隨便這兩個日子是要公佈的了 但是執行呢 當然它現在不會告訴你什麼時候執行 但是可能就是最快就是第四季 最遲就是可能明年初 進到一月開始 就是有時候可能方便計算 不如明年一月開始 可能就純粹隨便選個日子也好 但是我想這個第一個期望 就是起碼你要告訴大家 你現在正在談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我想就是在記者會上面 大家有些期望是 可能你當它是轉軚也好 就是逼到它說承認了 通脹是正在升的 也都可能要對經濟 可能是要上調的經濟增長預測 上調的通脹的預測 那這些我想這個就有少少一雙情願 看一下它肯不肯 就是順應民意 是承認這件事 但是我想如果你純粹在咬文著字上面 因為很多時候媒體的標題檔 應該就很集中聽一下有沒有說這個字眼 就像剛才教授那樣說 你還夠不夠膽去說通脹是短暫的 暫時的 那這些字眼我想很關鍵 如果它沒有提及到這些字眼的話 市場會當作偏英一點 但是我想反正結果都不會有變化 純粹在字眼上面 大家的口風上面 這個很主觀的 大家聽完之後 一篇文章 一篇聲明 你究竟那個重點擺在哪 不如這個等市場去告訴大家 不過我自己個人認為 你的美金開始是有少少反彈 我覺得就算以色鎮完之後 還是有些高位可以見高一點的美金 它不是會升上93、94 我自己的目標大概是91半左右 但是至少彈力度 應該還有少少空間可以上少少 當然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Aaron說的 昨天我也說 美金是有機會彈上91 甚至再高一點 如果它彈不上91 或者再高一點 美金就死定了 美金這次死定了 所以美金這次一定要彈上91 或者高一點 所以我叫別人你沽Euro 沽榜 沽榜 你沽 那當然不要沽Yen 我也叫別人買Yen 因為Yen跟著美金 我們現在面臨的事情 我想大家都很 可能在報紙 或者在傳媒 都有聽過MMT這個字 叫做Modern Monetary Theory 新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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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呢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印 你印我印 大家一起印 所以那些什麼 Kensian 就是凱因斯 Adam Smith 那些所謂的 甚至是Monetarism 即當時芝加哥學派 凱因斯學派 甚至是古典學派 我們讀經濟的時候 這些全部都丟到大海 這些全部都不成功了 為什麼印這麼多銀紙 都沒有通脹呢 等了十幾年都沒有 都沒有 大家都說惡性通脹 為什麼沒有呢 我們很多年前都說 為什麼沒有通脹 現在一個新的貨幣理論 就是大家鬥人 你也印我又印 日本也印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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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輪 但印也沒有事情 經濟不好 但它又沒有事 沒有通脹 澳洲印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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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到負利率 印到負利率 也是做了總理 意大利總理 Dragi 也是無事 美國繼續印印印印印印 你告訴我通脹會不會來 不要緊 就算通脹不會來 通脹不會來 你的心也會來一來 為什麼你的心會來一來 通脹不會來 印這麼多銀子 銀子是什麼來的 銀子好像捲廁紙 一直印出一些號碼 一顆一顆字印出來 你心會來一來 心會來一來 就想你的MMT Modern Monetary Theory 你們每個人都這樣印銀子 那些錢不值錢 我怎樣呢 你唯有很早年前 兩三年前三四年前 甚至我的Webinar也好 我的Seminar也好 我都叫大家 你有錢拿著實物 因為這些錢就不是錢 實物你摸得到的 才是東西 一早就叫你買金銀銅鐵石 吃得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有黃金罐頭鎖 我現在說MMT出來 你意思是上個星期四開完會之後 還要告訴別人 我繼續買債 即是告訴你 你繼續放水繼續印 因為你那1.85萬億裡面的所謂的救亡 救亡的方案 那時候疫情救亡的方案 他買到現在還有七千多億 那七千多億還沒買完 可以買到明年的三月份 就說在這個時候我繼續放水 那你不要緊 你沒有通脹 可能是沒有的 為什麼沒有呢 解釋得很簡單 第一個2008年開始 印那麼多銀子 而沒有通脹 主要就是因為那些錢出不了大家 鎖在整個金融系統裡面 整個銀行系統裡面 在整個金融圈裡面 出不了大家 所以那些錢用來買股票 買債券 賣什麼 那些股票就好像瘋了 上了十幾年就是這樣 所以就沒有通脹 因為你出不了大家 你沒有了 philosophy of money 即 philosophy of money 即錢的流轉 意思就是說 卡神 我在你身上花10元 你就在 Aaron身上花9.5元 Aaron就是一個 multiply effect 那些錢一滾就有一個 philosophy of money 那你那個通脹就會出現 即變成 too much money tracing too few goods 即很多錢去追逐不夠的產品 那現在今時今日印那麼多銀子 為什麼都好像沒有通脹呢 好像沒有 因為我告訴大家 就是那個cost push 那個通脹來了 因為你又有關稅 又有疫情 有很多東西 你看一個集裝商的影子 有機器 集裝商就看到了 你的貨運已經看到 為什麼1919升到媽媽都不認得呢 對不對 大家都明白 這些是很理性 和很邏輯性的東西去想 大家都看到 為什麼我們那時候 聖誕節 我們都有介紹1919 為什麼你不買呢 聖誕節 這麼多倍 但是無論如何 不要緊 那為什麼今時今日好像 你印那麼多銀子出來 那些人拿著那些錢 都好像沒有通脹 因為那個 demand pool 不見了 好像那個需求的通脹 不存在 很簡單 你看一下那個retail sale 我不用 大哥 我也不知道這個世界 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又不用 他又不用 我又不用 就是沒有了 又是沒有了 velocity of money 沒有了 velocity of money 好像又沒有通脹 所以聯儲局 看通你這件事 你那些人不肯花錢 所以我就覺得 transitory 就是短暫的 意思就是說 cost push 那個通脹 是不存在的 是存在的 但是 demand pool 還未來的 那個 devaluation of money 那個 currency 你都瘋了 我站在91 92 哪裡有通脹 所以他們是不會害怕的 他們是不會理會的 就是這麼多 你看到的 PPI也好 CPI也好 PCE也好 就是他們是不會理會的 當然 我看得到 他們也看得到 但是他們會錯過了一件事 他錯過了一件事 我不相信這個MMT 我不相信這個MMT的時候 所以我為什麼說 加息 不是quarter quarter percent這樣加的 不是四分一 四分一這樣加的 你就繼續去玩你的遊戲 你就繼續去 拿一些一卷賤子 滾出來變成了銀子 你就繼續去玩你的遊戲 但是問題 我拿著錢 我不相信你的時候 我相信誰呢 那時候你就知道 我黃冠英在說什麼 你滾大槍看著我 不是的 我在上課 你聽得很入神 我聽得很入神 我聽得很入神 不是的 我教大學就這樣教 準備拿一支筆 你去寫完一盒 其實我想錄下它 其實你已經錄下它 可以錄下它 可以回覆 你這裏 我聽得很入神 你以為真的是我 其實真的上了一堂 是嗎 所以這些理論 我相信 我相信香港很多聰明的人 他們都認識 但問題是 他們不會說出來 也不會說到 好像七情唱片 青筋都燃了 聽到卡臣都看著我 很專心 好像學生一樣 當然 我們要解釋 為何今時今日的環境是這樣的 讓大家知道 不要以為沒有通脹 決策者告訴你沒有通脹 就是completion 我不是這裏寫得 completion 即是不以為然 你們不以為然的時候 I'm telling you 未來那一兩年 Sir你都說了很久 是的 我說了很久 那你不覺得這些貴了嗎 當然覺得 我都很感受得到 我說了那麼多 你不覺得嗎 好了 那你OK 現在都可以接受到 我可以接受到 OK 都接受到 明年後年你看又怎樣 一來那一刻 我想你追都追不及了 好 那好吧 我們都真的要關注今晚聯署局 會後的聲明 和鮑威爾 他講些什麼 我想這個就算 怎樣都好 其實對短線市場的氣氛 都可能會有些影響 聽他講什麼 聽他應對應對應 大家平心靜 或者平平好奇 不是聽他講什麼 我們剛才講過的 真的我們講到 Iron 我們講到一個真理出來 對不對 我們不在那裡吹水 你按開傳媒裡面 好像我們這樣講這些 給你聽 不過我想問一下兩位 這個星期始終都有一個 意識的因素 在外匯市場上 有沒有Best Back 有 不是Yen 我記得 好 我記得 好 我記得 好 講一下環球投資市場的前瞻 否釋 本港和國際金融的格局 在金、股、回、債 投資市場裡面 尋找方向 大家不要等了 立即去登記